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接下來阿芳老師就要來分享 這個季節我剛剛講很妙 天氣特別熱 可是海鮮特別肥 而且感覺夏天它們才長肉嗎 因為海洋流氣候 它其實就是海鮮生長的環境 天氣暖和了 洋流好了 它們長得很快 跟種菜一樣 這時候葉菜也長很快 這個時候我們在季節中時的孫 你就要趕快吃 我相信媽媽在菜市場 最容易買到的海鮮應該是蛤蜊 我覺得夏天也比較大 比較肥 說實在 是啊 因為冬天就很瘦 你買很多都是回來就可 回來我們說在菜市場分兩種 一種不管我們講說 是已經泡在水裡面吐沙的 或者是在菜市場有一種 就是要你回來比較差 要泡兩三個多小時的鹽水 來吐沙 不管怎麼樣 你拿起來兩顆對敲 你要聽到的聲音是 很紮實的聲音 不是空空的 可是傳統市場哪有這樣給人家敲 沒有 你要自己拿起來 傳統市場都讓你經濟買 你可以自己拿起來挑 如果有比較有幸運的攤子的 老闆娘她手多快 她一個敲一個你知道嗎 對 就是老大敲老二 老二敲老三就一直敲 敲過去她就丟到你袋子 對 不然的話我們說 她可能你買了一鍋裡面 有一顆湊掉的 回來我就覺得在家裡面 你可以在自己吐沙 吐沙的時候你會發現 有一些大家都開口出來玩了 就有幾顆那個愚笨的 你不出來你給它拿起來 敲敲看 有可能它就是那個湊掉的 壞掉的 對 或者是它已經打開 你去碰它 它也不合起來的 其實生命力也不強 那怎麼煮 海鮮簡單就好 那一樣的 這個是蚵仔 蚵仔 蚵仔我們在菜市場 你看我們阿芳老師 今天帶的這麼多 這個電鍋蒸熟 本人不是在吞生蠔 給大家看看 這個跟我的拳頭比 你看看 因為我有在我們節目講過 就是在三月 農曆三月 蕭媽咒之後的 這一段時間 牡蠣正肥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蚵是從 所以拜完媽祖吃蚵 對 是 這個季節剛好是吃 這個蚵是從去年 就是秋風起的時候 牠就是養的 你知道養到今年 等於牠是隔了一年的老蚵 所以你有看到牠那個裙子 特別的膨 還有中間那個干貝的備注 牠會特別的大 然後煮湯的話 牠會滷滷 好鮮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而且剛剛吃的那個樣子 其實很像在吃生蠔 是 牠是熟食 我知道我說剛剛那個飲相 牠是熟食 然後牠有自然的鮮甜 還有一點淡淡的鹹味 對 基本上我們講說 海鮮別無二選 就是一個鮮字 新鮮你才去買牠 新鮮你才吃牠 我們媽媽在菜市場買蚵 多半會看到的是包成這樣子 一包緊緊的 扎得緊緊的 你會看這包蚵 其實我們說大顆 小顆有大顆的價錢 小顆有小顆的價錢 但是灌水它就不是價錢 什麼意思 你買了很多是一半鵝 一半水 保證那個鵝已經吃了大量的水分 其實你在煮的時候 有時候現在它就還原成水 你的蚵仔就收水 對 然後買了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就是比較乾的 然後回來很多人會說 覺得它會有黑黑的黏液 事實上你鵝要到下鍋前才去煮它 才去洗它 快速的沖洗 就立刻下鍋 為什麼 一旦吸水過多 我們吸的是自來水 反而有這些 我們說漂白的這些 除濾的問題 我們在家裡面 你的保存 買上這樣一條 不要就只有放在冰箱冷藏 因為我們的冷藏 它是叫做氣溫 就是說比如說冰箱的冷藏 是5度 可是它是空氣 對於海鮮的保存條件都不夠 我們要叫水冰 就是你在家裡面 這個蚵 你要這樣一包不要打開 然後你找一個保鮮盒 裡面放水 放一點冰塊 讓它那個水是 處於是冰溫的 真的 對 然後就這樣子放在冰箱 等於說它是接觸的溫度 不是冷凍 但是是處於很冰涼的狀態 這樣對於海鮮的保存條件 更好 才會好 然後我今天我們講說海鮮 我們今天有帶殼的說 阿芳老師要蒸帶殼的給我們吃 不用在家裡面烤 就是你新鮮的海鮮 就是越簡單的方式來調製 就越好吃 那今天你可以看到 我在家裡面 電鍋 或者是湯鍋 通通都可以 如果你有帶殼的 你都直接這樣子蒸 對 然後它有一個 斗是在下面 對 然後一個是瓶蓋的地方 然後兩者它會有蚵仔的備注 黏在上面 然後我就會開始吃飯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全部都放在裡面 處理這個要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殼有時候很刺 萬一海洋胡菌沒有乾淨 刺傷手有傷口 得不償失 對 所以這個是提醒觀眾朋友 要特別注意 所以我不會建議你說 要去買這個東西 回來再自己去改備 殼是不需要的 我們蒸手再來處理 我看看哪一顆 比較高 沒有人要犧牲 沒有人要犧牲 兩顆 因為我蓋子要讓它蓋起來 我才能夠蒸得熟 好 我看看 好 那就讓它在裡面蒸了 那就很簡單 你放電鍋 放什麼鍋 你都可以這樣子來蒸它 直接水蒸就好 對 然後蛤蜊一樣的 我們說這個 它們都是一個備注類 就是你看看那個蛤蟆 它有一個這樣開 鵝也是有對不對 它熟了就會開 那一樣的我們就利用它的條件 你煮熟就有新鮮的湯汁 那我們那個蛤蜊吃的 就是它最新鮮的一個風味 所以你可以看到蛤蜊 我先把薑絲放在這裡面 我們要來做蛤蜊甜酥 所以薑絲先鋪底 鋪好沙 然後就洗完了之後 鹽水洗乾淨之後就放進來 然後你也不用想太多 蛤蜊跟絲瓜很搭 我要用這些蛤蜊吐出來的原汁 把我所有的蔬菜蒸熟 所以你的程序在放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的麥克 所以底層是薑 再來是蛤蜊 再來是絲瓜 最會出水的 最多水分的 不會被燒焦的 因為它沒有甜分 就是那些蛤蜊 然後再來絲瓜的水也多 就放第二個絲瓜 然後上面就可以把這個季節 好 菇跟玉米都可以下 對 這個太簡單了 這個我也會蒸 我回去要蒸 孩子喜歡的味道 我們說單吃這樣 你會覺得沒有風味 所以很簡單 就只有一小塊奶油 放在這上面這樣子蒸 開火蓋起來 就這樣煮海鮮的太輕鬆了 真的 然後我今天的蚵 今天的蚵 除了等一會兒我們等它開口 林冠妳剛剛吃好吃嗎 對 好吃 非常好吃 好吃 我們就講說 剛剛在講說買蚵 你要看的就是 這個季節 它的群傘 你會看到 那個蕾絲群特別地豐厚 就是這個群邊群傘 特別地豐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備注 特別地圓 大 對 然後像這樣的蚵 它的肚子吃起來就會Q 對 對 就不會是暖暖 那我今天要做的另外一個是 等會搭配我們的蒸熟的蚵仔 一開口 你可以立刻吃 但是你可以利用這個時間 多吃一點夏天的蔬菜 為什麼 畢竟蚵仔它是比較涼 比較補女生 那我們可以用一點辛香料 所以我調一個沙沙醬 對 這邊有洋蔥丁還不少 然後是把它切細丁用冰開水 洗過之後把它瀝乾 然後我放一點點的蒜頭 蒜頭 放一點點的辣椒 這個其實很適合搭配海鮮 對 然後放一點點的番茄丁 然後我們放一點點的鹽 好 所以這個是簡單的沙沙醬 洋蔥 蒜末 然後番茄丁 這個是沙沙醬的基底 調一點鹽跟一點點的油 對 好 然後先放進來 讓它鹽有味道 所以如果我汆燙了蚵仔 像一般市面上很多人搭配海鮮的 是搭配比方說蒜泥蚵仔 對 或者是五味醬的蚵仔 那這個通常都只有醬味 阿芳老師建議大家搭配一點蔬菜 所以用沙沙醬來搭配 對 所以用的是大量的洋蔥丁 它會有甜味 因為冰水漂洗過 番茄 酸味 然後再來橄欖油 冷壓的橄欖油 還有一點檸檬汁 好 這個是簡單的 夏日風味沙沙醬 對 然後再來 你可以香菜末放進來 這樣子 就是一碗沙沙沙拉 好 沙沙蔬蔬菜丁 我們的蚵仔湯是蒸好了嗎 蚵仔已經好了 對 已經好了 你已經聽到它在叫你了 所以這樣子冒煙就好了 滾了 因為我已經聞到 我們說食物 它熟就會有香味 比如你生饅頭 你聞到饅頭味 就表示一朵 我有聞到海味 有聞到嗎 有 大海都在我的鼻子裡 真的聞到大海的海味 然後你可以看到 真的 開口 都不用動它 真的 那這是要怎麼吃 你只有 我真的知道用嘴巴吃嗎 來 我們把它 打開 這樣子 然後 主持人只好犧牲在示範 你可以吃原味 然後喜歡的 你邊吃 然後就可以把它 所以這個沙沙醬 是這樣子搭的 你可以先吃第一個原味 然後再來 你剛剛吃過原味 第二個就加沙沙醬 孟老師人真好 對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那可以吃得很變化 然後又很方便 然後手也很乾淨 這個鵝啊 比我們家湯匙大 真的嗎 所以海鮮簡單料理 對不對 真的 那我們另外那個 你看看 我們剛剛是沒放一滴水 對不對 只是你放食物的原則 有一點點概念 海鮮就是有從海裡面 帶出來的水 所以你會看到 我剛剛沒放水 現在煮出一整鍋 是很海鮮的味道 可是如果你這樣單吃 它的就太鹹 所以我今天放了 很大量的甜的蔬菜 好了 然後現在奶油的味道一半 裡面蛤蜊也好吃 我讚嗎 我們來試吃 鹹 我從來沒有吃過 這麼好吃的蚵 其實像這種 它所含的營養素就是心 大家都知道 對我們的 不管是生命力 生殖力 還有小朋友的腦力 發育都非常的好 我曾經在門診 有一對不孕的婦女 他們是一對35歲 然後30歲結婚的時候 5年都還沒有消息 然後去檢查 當然男生比較累 精蟲術不夠 然後數量也不夠 然後活動力也不足 那女生的話 就是軟脂的品質比較不好 然後每次都成熟度 有一點點問題 那兩個加起來 當然就生不出來 所以他們也是聽說 這個海鮮 負寒心 可以增加這個生殖力 還可以促進這個 男性的精蟲術 就狂吃猛吃 那這個心我們知道 每天大概一整天的含量 就是20到30毫克 是一個標準的建議 那像這樣100公克的這個鮮科 或鵝它大概可以含到35毫克 所以他們每天就一個人吃一斤 每個人一天吃一斤 那鐵電是超標 那想說這樣應該是超厲害 超有活力的 結果在去檢查的時候 還是一樣沒有生小孩 對 然後就覺得很奇怪 不是補越多越好 當然知道不是越多越好 但是至少應該有補起來 怎麼會補成這樣 還沒有消息呢